乌拉圭共和国,是南美洲中部的一个内陆国家,本来是西班牙的殖民地,1811年5月14日宣布独立,成立巴拉圭共和国,老洛佩斯就任该国第一任总统,老洛佩斯带领乌拉圭走向独立,并且是一个富有野心的独裁统治者。 在老洛佩斯的统治期间,巴拉圭经济发达,铁路纵横,工厂伶俐,是当时拉美国家唯一没有外债的国家,国内居民生活美满幸福,对于老洛佩斯也是很拥护。 1862年老洛佩斯去世后,36岁的小洛佩斯,继任巴拉圭总统。 小洛佩斯上位后,同样野心勃勃,但也正是他将乌拉圭带向了贫穷当中。 小洛佩斯就任总统后,初期乌拉圭还是一样经济繁荣。 但随着乌拉圭的发展,小洛佩斯对于乌拉圭内陆国的地位位置非常不满。 他幻想扩大巴拉圭版图,争取到拉普拉塔河出海口。 为此他购入了大量新式武器,装备乌拉圭军队。 1864年在小洛佩斯就任总统两年后,他挤住巴拉圭内乱巴西,介入这次事件为契机。 发动了巴拉圭战争,同时对巴西和阿甘廷两大强国宣战。 这是南美历史上耗时最长、最为血腥的战争。 1865年巴西,巴拉圭和阿甘廷三国共同组成联盟对抗小洛佩斯。 而此时的小洛佩斯,正亲率八千大军,删入地广人西的巴西托格罗所省,并且成功占领了此地。 巴西援军则用了两年才接近这一地区。 首战告捷,小洛佩斯更加骄傲。 他决定兵分两路杀到阿甘廷和巴西的后方去,进而迫使巴西投降。 不过这个计划最终失败,阿甘廷直接将其中一路人剿灭。 无奈之下,乌拉圭进入了防守阶段,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。 乌拉圆和三国同盟,在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中,由于资源不足,兵人也不够充分。 而三国同盟军人数、武器、战据巨大优势。 虽然小洛佩斯领导金民浴血奋战,但巴拉圭终于支撑不住了。 在盟军的攻势下,最终乌拉圭的防线,一个个被摧毁。 1870年2月底,乌拉圭战败。 小洛佩斯被巴西士兵俘虏,被乱刀砍死。 巴拉圭战争后,本就处于内陆的小国,被两强国瓜分了14万平方公里的国土,同时还支付了大量战争赔款。 乌拉圭因此一蹶不振,社会经济长期限于停顿状态。